货报翻车 小帮人员赶往国道救援 索性驾驶自行脱困 但现场一片狼藉 小货车翻覆四轮抽天 车内物品洒满地 证据两个车到 26号中午12点多 国道一号南向9点4K 细致路段发生货车翻覆意外 38岁鸿信驾驶没有酒驾 却疑似操作不当念货 造成车流一度回堵三公里 但国道惊险车祸不止一起 消防人员火速飙往救援 国道3号南向45K树林路段 26号早上10点多 发生四车连环状 前三辆车人员无碍 但最后一辆车却残被撞到 车头变形 副驾驶座女性受困车内 土城送还是 土城送 有怎样吗 消防人员用破坏器材将人救出 妇人被拉出来虚弱 躺在单架上紧急送衣 小货车惨成废铁 四线道被车祸占据 两线道也一度拥塞回堵 索性经过紧销紧急处置 脱吊车赶赴排除以恢复顺畅 记者张佑茨 红玉兰新闻事报导 在这边告诉大家 汪汪水神维生性电解刺身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 温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 要跟病毒共存 必须要长期抗战 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 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999就能享有折扣优惠